- 這是華碩新推出的RG Phone 3 這代帶來了許多軟體層面的改良 並且依舊有著手機界最強悍的硬體搭配 高通865 Plus 16G LPDDR5 RAM 512GB UFS 3.1儲存 以及巨大的6000mAh電池這就不多說了 畢竟這可是RG Phone 所以我們就來談談RG Phone變了什麼 首先我們來聊聊它的性能 為了讓玩家有良好的遊戲體驗有玩不卡卡 華碩加強了RG Phone的散熱系統 加入了更多層的散熱裝置幫助設備散熱 這塊玻璃底下甚至塞了一大塊的散熱片 加了更多層的散熱裝置幫助設備散熱 以將865 Plus與5G晶片的熱導出來再透過風扇吹掉 再者為了讓你覺得快 螢幕又提升至了144Hz 華碩宣稱他們對系統做了更多的追加化 讓觸碰延遲降到了業界最低 而我體驗時覺得最有感的是系統動畫更加流暢 轉場也不會卡 再搭配144Hz的更新率更是爽快 而之前廣受好評的AirTriggers也增加了新功能 從原本的點按按壓又新增了滑動的操作 以及你可以像玩Wii一樣 透過晃動手機來換子彈或是跳躍等稍操作 那音效部分也有所提升 Redirect而做 為玩家帶來更好的音響 可提高聽音變畏的準度 好 那麼軟體部分除了最佳化還有什麼呢? 首先是加入了遊戲中的浮動視窗 可以在遊戲時查攻略或是回訊息 那雖說有著6000mAh的超大電池可揮霍 但華碩還是為其加入了電池保養功能 可提升電池壽命 以及華碩說運用了聲音心理學 來提升重低音的神奇功能 各位就運用你的想像力道譜一下吧 而由於這代手機的三維與上代差不多 所以多數的RG配件都可以沿用 不過新款的配件功能還是比較齊全 如更好握的Gamepad 散熱更好且可立起手機的散熱風扇 以及超度更高的炫光保護殼 那麼之後的詳細評測就帶請你們關注我們 以再第一時間獲取資訊喔 邀請您訂閱按讚Enterbox 我是阿湯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